也變得越來越不像話 也變得越來越不像話 還好美國提供了疫苗 給蔡總統解決一些問題 我們的紐約中華中華公所 在今年的二月開始 我們知道我們的疫苗會有充足的供應 我們寫了很多信息給我們的聯邦政府 還有我們紐約市的參議員 就是參議員多數當領袖 Chump Sumer 是我們紐約州的參議員 然後中華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也是我們紐約市的國會眾議員 Congressman Mac 他是皇后軍 我們都給他們寫信 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疫苗 多餘的疫苗 特別是ANZ 我們紐約 我們美國有很多都沒有用 我們希望他趕快送到台灣 因為台灣省民國農國 當然我們主要是為了 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台灣的人民著想 因為我們紐約中華共所 跟中華民國的人民 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 政府對我們的重要 我們並不在乎 中華民國在一天 我們就是保持跟中華民國的友誼 即使有一天民進黨把中華民國 青天白日板地紅的國旗拿掉 我們也不會拿 因為我們這個國旗呢 是在五社區之後就開始掛 掛到現在也超過一百年 而且這是孫中山先生的旗子 不是國民黨的旗子 也不是台灣的旗子 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所以我們對中華民國的國旗上 今天三百六十五天 都在我們中華共所這個大樓上飄搖 特別是我們雙一世界的時候 整個大樓呢 包括我們這個頂樓的旅館上面 都是為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游書會議員給我報告 向請 呂主席 蕭過問 馬委員 還有我們鄭主席 鄭議員 還有我們紐約所有僑界的領袖 以及台聯會的會長長輩 還有前輩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這是第三次來到中華公所 每一次來我都可以感覺到 中華公所這邊承載了華人 在這邊百年的一些奮鬥史 我每次來都很喜歡去看照片 然後感受這個氛圍 尤其是看到外面的國旗 即便我已經來紐約第三次了 但每一次看到國旗我都要照相 我記得上一次在2017年到 多士頓去參加這個 全美台聯會的年會的時候 讓我們有螢幕讓我們感動 就是先是美國國歌 美國國旗進場 再來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進場 中華民國唱國歌 還把那段影片都錄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的台灣 坦白說我在台灣裡面 是百年很少看到國旗 很少聽到國歌 反正是到出國了以後 看到國旗以後 那種開心跟那種感動 我覺得是很難很難用言語去表達的 有時候我會想 為什麼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面 反而比較少聽到我 反而比較少看到國旗 這個是我這幾年來 一直覺得有一點遺憾的 不管是台灣有不同政黨 再多政黨 我認為我們都應該只有一個國家 如果說我們連在國家的認同 都不一樣的時候 那根本不要說什麼紅島營運啊 這些都是空話 所以這幾年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一直很困惑 因為我的年紀剛好在這個兩個世代中間 兩個世代中間 70年代的 我不明白就是為什麼現在台灣 好像兩個年代之間的國家認同 是不一樣的 國家認同是不一樣的 所以到了國外到了海外以後 我會覺得說這樣子的和和並不存在 因為到了美國或是到了其他城市 在華人團體裡面 大家都只有一個國家 就是中華民國 這是我很感動的地方 剛剛大家也一直在提到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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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四個字 現在在台灣其實是比較少聽到的 現在在台灣就是 就是在講 就只講台灣 甚至我們出國的時候 可能護照上面也寫台灣 也不是寫RO7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比較憂慮的就是 就是在台灣的未來 如果我們在內部裡面的國家認同 都不一樣的時候 更不要說對於各種價值觀 生活方式或者是未來的路 大家會有這個共識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國家認同應該是最基本的 那剛剛主席說來提到這個疫情的問題 我這次來我之前說 王回合會長已經有些碰過沒有 我剛剛提到說 我看那個疫情的變化 美國很偉大 今年二月一月的時候 我記得單日最高還到13萬 新生病例13萬 可是到前一陣子已經降到5000了 他那個曲線圖是這樣子 台灣也很偉大 台灣在五月的時候 疫情爆發的時候 到現在也是變得 也是一個這樣子的陡降 可是美國的偉大在於政府 幫大家準備了疫苗 幫大家準備了疫苗 全力的準備疫苗 讓大家可以打完疫苗以後 回復原本的生活 不管是聚會或不戴口罩 台灣的偉大在於我們自己人裡的自治 沒有疫苗 可是我們光靠戴口罩 自我管理把自己關在家裡 然後所有消毒 硬生生的讓疫情下降 可是身為公眾人物 身為政府的這個相關的工作同仁 我認為台灣的政府 應該要像美國的政府一樣 是政府要讓人民過正常生活 而不是人民要委屈自己 讓政府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這一點是我這一次來美國的時候 我也是跟我台灣的 其他的國民黨和民意代表 我有跟他們提到這件事情 我說疫苗這件事情 除了凸顯行政效率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政府的太地方 這是一個晚了一年的行程 去年那個羅志強羅院長 他也曾經到美東來訪問 應該說他是還美國啦 那我當時跟他約了我三月的時候 到美東來跟他會合 結果因為那時候 到美國疫情就爆發了 對對對 所以我就取消了 然後到今年三月又重新在安排這個行程 那後續我會到波士頓還有芝加哥 除了一樣就是朝鮮 然後中華工作 全台聯會都會去跟大家拜訪跟交流 因為畢竟這兩名台灣到美國的這個朋友 應該是幾乎沒有的 就是比較政府最能的 所以來表達我們的謝意 所以有議員 那這行程的問題就是拜訪美國 美國各個僑界 拜訪波士頓亞克這些僑界的地方 僑界僑道 對對 主要是 當然如果說可以 可以有更多疫苗回去大安更好 但我覺得應該還是需要我們再進 所有僑界的協助 看美國政府會均給台灣更多疫苗 昨天看到的數據吧 可是因為台灣為了要衝高這個數字 他把一、二劑都算 覆蓋率 不管怎麼樣 大概就是個百分之二十 可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人只中了第一劑 那是不是考慮這個疫苗接種 是以醫護人員優先跟長者優先 電護人員早就接種完了 我們的這個第一批就是醫護人員 然後再來是跟台灣比較奇怪的 包括美國媒體也說 台灣這樣的接種順序是不對 我們第二數位居然是官員 公務員 公務員 這不應該的 你看像現在紐約才想 是因為要充接種率 才要求公務員 所以在台灣裡面 其實應該先給在外面接觸的人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順序是不對的 就是勞工朋友沒有讓他先接種 因為我們應該接種疫苗是降低你感染的風險 那什麼人感染的風險最大 是每天要在外面工作的這些人 所以我們第一類是醫護人員 當然是無庸置疑 第二類就是公務員 公務員居然打了二三十萬基調 然後第三類是一些所謂的維持國家運作的人員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那個叫什麼人員 所以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也就是長輩 那我能理解就是說 第一所謂的一線工作者 每天一定要接觸比如說公交車司機 然後地鐵捷運 公交車司機居然到最近才開始打 對因為我們是考慮到打疫苗的目的是 防止那種最容易感染的人 最會自私率的人優先接種 然後其實就是說 最容易跟人家人民眾接觸 會擴散的那種人群或者是工作人士接種 這樣才能防止一邊打疫苗的同時 又防止他繼續擴散 繼續去傳播 對嗎 所以其實我想說的是就是老百姓的生命 跟所謂的官員生命是同等的 美國媒體還特別報導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我作為在台灣 我看到其實是覺得有一點丟臉 有點丟臉 就是連外媒都注意到我們的施打順序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以第一類激護人員 第二類就是防止重症致死的長輩 公務員只有在第一線的公務員 我認為需要先打 譬如軍警消防 因為我們的消防是在這個救護車的 我們可能會接觸到確診的病患 然後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是由警察去做人流的管制 可是我們的我們一直在爭取 我從五月就開始在爭取的是 公車地鐵的服務人員 所有第一線公眾的接觸的這個人 你應該要先讓他打 因為他不但是接觸公眾 而且公眾也接觸他 如果他中他可能傳染很多人 或者是他有可能被很多人被傳染到 但是光是這麼一個簡單的邏輯 居然到七月才打到這個所謂的公車司機 跟地鐵的這個服務人員 那這個是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 哪怕是連這個送貨的貨運都比公車司機先打 但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送貨其實大家都知道是送到櫃檯嗎 樓下一批貨 他不會接觸到那麼多住戶 但是在台灣就是變成說 我們就說哪一個團體大 可能他的選票勢力或是什麼比較重要 所以他可能直接接觸到高層 可能就拍板電話他的順序就在前面 甚至說連船員都是先打的 船員他都不到海上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連船員都是先打的 那媒體也是到我們後面才打 所以到最後我們媒體有很多記者感染的 為什麼他們都要前進到疫區去採訪 媒體感染了 然後公車司機也感染了 公車司機一感染以後大陸開始恐慌 他經過哪些線這些都不必要的 你應該一開始就讓他打 像我們打長照機構好了我舉例 我一直認為你打長照機構 應該是要打照顧他的人 而不是在長照機構沒有外出的長輩 當然如果多的話大家都敢打 可是在選擇的時候 因為台灣現在很多問題就是疫苗不夠的問題 甚至老師你說該不該打 老師當然該打 因為小孩子不能打 所以老師你一定要給他打 幼兒園的老師小學的老師 結果老師到現在才打 然後台灣就從小朋友就從五月開始停課 要停四個月的課 你說如果去年美國也發生這種狀況 那是因為全世界都沒有疫苗啊 可是當有疫苗的時候 為什麼台灣才會發生這種狀況呢 我們常常在台灣就說上帝給了台灣 多了一年時間準備 結果我們這一年在幹什麼 除了做口罩以外 除了做口罩以外 我們三級警戒五月十五開始升級 那個時候也不過兩百多例 我跟大家講 台灣什麼時候病房不夠 五月十六 就一天為什麼我五月十六 已經接到確診病患跟我成型 他被丟在家裡兩天說沒有病房 被安排 把確診病患丟在家裡 然後他跟他太太診處 他太太是確診病患 他就告訴我說 他覺得他自己也感染了 因為他也在發燒了 我當時還不敢相信 因為才兩三百例而已 那我們的病房到底在哪裡 難道我們提前準備了一年 超前部署變成台灣最流行的城市 結果部署到最後 瑞克西偉沒有 病房沒有 疫苗沒有 那這一年來 台灣是不是白白浪費了一年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這件事情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 去年我們的政府以為說 可以光靠口罩或封鎖國 可以混過這場疫情 但是該來的考試還是會來的 結果來了以後 我們就發現 這場考試的考前準備 調查案其實沒有做好 打了一萬四千 那麼我們做這個檢測 也是免費 我們做了四萬多個檢測 幫我們這個社區 對社區有些貢獻 剛剛開始的說 因為到處打針 沒有人講中文的 所以我們爭取到 州政府、市政府 在我們這個 中華公所大陸 打疫苗 然後我們的義工呢 把他們翻譯 所以這個 所以進行得非常順利 這個是可以跟郵業報告 我們不跟中華民國政府 要算錢 我們不算錢 我們的住戶什麼都是我們出 然後疫苗呢 跟這個醫護人員是政府出的 這個是非常感謝 美國政府對我們 不論是哪一個主義 他都一視同仁 都是為人民 真的是為人民在著想 為人民在服務 這個是 我想跟剛剛郵業員講的 美國政府是希望他們的努力 讓我們過正常的生活 台灣的人民是台灣人民努力 叫政府過正常的生活 也希望台灣的疫苗情況呢 能夠很快的降低下去 那麼我想美國是中華民國最好的朋友 我們希望美國能夠對 為中華民國的疫苗呢 能做出更好的貢獻 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呢 能夠了解 我們中華民國在海外的僑胞 對他的期望 也不要處處以政治為優先 也許治療疫病 人民的生命財產 與政府的事故能夠存在 各個重要 我們謝謝郵議員 今天能夠到我們這邊訪問 所謂的 對